YES! 从来没有好好的改版的这几版 之间都没有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这本书要怎么使用 那说明完介绍完之后 我们要跟大家讲几个比较新的 比较新的 那也提醒大家应该要注意的征典 这个考点 然后在说明的同时 也会服以回头来看说 我们这本书如果遇到这个考点的话 我们要怎么来看我们这本书 要怎么参考来怎么使用我们这本书 好那首先呢 是请各位 希望各位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 是觉得有帮助的 因为现在的考试 这个宪法考试 它已经跟不是以往那种名词解释的那种考法 它的考会比较深 它常常会考说 这样的问题同学是怎么思考的 这样的如果遇到这样的 你实际上生活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法律上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要怎么解决 你要怎么解决 它不是单纯的问说 你现在 比如待会可能 待会要提到这个共投法 提到这个参政权 它直接考什么创制权 复决权 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不是 现在不会考这种名词解释了 它是直接考这个实例题 就是说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你要怎么使用这个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 我在这里面 这本书里面就整理了很多很多 这个大法官解释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整理大法官解释 两个原因 第一个 大法官解释 他这个 会做这个解释呢 其实就是 人民或者机关 这种机关 在我们现实 这个生活当中呢 真的发生了一些 法律问题 那就这个 宪法上出现一些争议 然后去解决 刚刚有提到 这个是一个 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嘛 那我们 就可以先参考一下 到底别人发生过什么问题 那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他怎么解决的 那注意到了哦 刚刚有提到 我们考试呢 会考的是一个实例题 那这实例题怎么来 常常就是我们这个 大法官解释的这个故事内容 然后把它改编 把它改编 或者说 后来又发生相近的问题 那就会来考我们这个 大法官解释的内容 就说 好 现在大家都遇到一样问题了 那你应该怎么解决 那我们身为考生 我们要怎么解决 我们解决方法 当然就跟那些大法官一样 那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要放那么多 那么多的大法官解释 读者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随便翻一翻 应该就会发现 里面怎么都是试字 怎么都是试字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就是要放 我故意要放 很多很多的大法官解释 那把那个解释里面的重点 特别把它标出来 特别标出来 那我们出版社也很用心 它也特别 拥有不同的颜色 拥有不同的颜色 所以如果同学啊 看到那么多试字 觉得很烦的话 那至少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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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我们出版社的用心 付诸流水 至少看一下我们出版社 帮我们已经换不同颜色 标不同颜色 这几个重点中的重点 至少要知道 这个概念底下 这个增连底下 那这个概念底下呢 有哪些大法官解释 那除了把那个数字记起来以外 在它里面有哪些重点 就直接看重点 好吧 如果你不看前后文 然后不去回去看一下它的故事内容的话 那至少 至少 至少 这个概念底下呢 有这些重点要特别注意 好 那这就是 刚刚提到 为什么要特别 特别放那么多试字 然后来让同学参考 让同学参考 那 有那么多试字 那回去 背后他们有那么多故事 那同学在考试的时候呢 遇到相关的问题 相关的 事实的话 就比较知道说 这个是哪些相类似的概念 我这个时候呢 应该要写入哪些答案 哪些东西呢 比较可能是 考官 出题者 他真正比较想要知道的 比较想要看到的 这个考生写的内容 那 同时 同时 其实 试字里面出现的关键字 常常 常常也就会出现在 我们的考题当中 那如果 看到这个试字的关键字 出现在你现在 面前 面前考试当下 那个考题当中的话 我们这样一直 一直翻一直翻 这个随便书里面的重点 那常常就可以 反射性的写出来 这些反射性 写出来说 这一题到底要考的是 懂什么东西了 那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有标注的内容 那 另外 第二个重点就是 我们都要 都特别特别 重视这个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解释 而没有 没有放比较多的学说 理由就是 再怎么样 再怎么样 这个司法机关 司法院大法官 他所做出来的解释呢 是最有这个效力的 最有效力的 那 所以我们如果 可以掌握住 司法院这个大法官 他所做出来解释的这个 解释文 其实对我们而言 就是一种答案 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好好 掌握的话呢 那我们 基本上就已经掌握这个 这个答案 其实原则上 就以这个为答案为基准 都不会出错 基本上就是不会出错 那当然当然 我并不是否定 并不是否定掉我们学说 我们学者的这个见解 如果同学可以写出来的话 可以写出这个学说 写出不同的见解的话 肯定是加分的 肯定是加分的 所以这边还是要声明一下 并不是否定 或者说否认 我们这个学者啊 或者的学说 是没有价值的 并没有 并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 我们还是以司法人大法官的 这个解释文为主 那同学先掌握这个 不会出错的答案之后 那如果还能掌握 其他更多的见解 然后提出不同的观点 甚至 甚至把它当成自己的想法 然后把它呈现在 我们的考卷上面 当然是会更漂亮的 肯定是会更漂亮 所以 我们首先还是要先 掌握我们这个 大法官解释的内容 那后面 学说的部分呢 也不是没有 我们书上也不是没有哦 也不是没有 法律人还在重重否定 我们书上是有的 这些学说见解 这些不同的观点 书上也是有的 那大部分我都是写在 比较前面的地方 就一开始 先跟大家说明 这个每个真点的概念 之后呢 我有一些简单的说明 说明一下 这概念底下 大概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后面才是解释文 好那按照这个顺序下来的话 同学也就可以看到 我们先 基本有一个普遍 最一般的认识 最基础的认识 那认识了这个 每个概念 每个概念的内容之后 那我们再来认识 再来背诵 再来 确认这个概念底下 有哪些大法官解释 然后要掌握住 大法官是采哪一个见解 大法官是做哪个决定 那我们原则上 就是刚刚前面再提到 我们就以这个大法官解释的答案 大法官的答案呢 做为了我们考试上的答案 好那 同学可以看到 是我们这个书里面 前面有这个不同的见解 同学不要忘记了 不要忘记了 刚刚一再强调 要以大法官解释为依规 不过还是不要忘记了 前面那些提点 前面提到那些内容 同学还是要思考一下 就每一张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翻到 任何一个概念底下呢 前面都会有写到 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这个重点在哪里 那有时候 有时候我就直接把这个 大法官解释来当做 大法官解释里面的内文 来说明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就像说我们在 意思表示 意思 表意自由 表意自由的概念底下 简单来说明一下 试制有什么内容 然后后面也说到 这个我们表现自由 表现自由有哪些 是怎样的框架 是怎样的框架 那看到这个框架之后 同学就会比较有 有一个概念 我们这个表意自由 它这个框架 它这个架构是怎样 先把它架构起来 框架起来 那同时 有这个框架之后 我们再看 每个框架 这个下面的概念是什么 这样延伸 延伸的思考 延伸的思考 那一样按照刚刚 我们这个书的 刚刚说明我们这个书籍编辑的顺序 按照这个概念底下去思考 先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子概念是什么意思 这子概念是什么意思 子概念A 子概念B 子概念C是什么意思 然后之后 认识了之后 再往后 往后来看 这个大法官 他有做出怎样的解释 说这个概念底下 这个概念底下有个小概念 那就这个子概念 这个概念A 它里面 大法官是做什么决定 做怎样的判断 他认为 大法官认为 这样子的内容 这样子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 该以怎样的角度来思考 然后认为我国的 我们国家的这个法秩序 这个法律的体系 是怎么认定的 是怎么把建构这样子的问题 是怎么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的 这个就是我们书啊 这个使用的这个框架 然后这个思考的脉络 思考的方法 好 那基本的认识了 我们这个书的内容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这个目录的部分 这个目录的部分 看到这目录 我们知道 这本书有分为几大篇 几大篇嘛 那有学过法律的同学 应该都有听过 先程序后实体 先程序后实体 这个算是蛮基本这个概念 先程序后实体 我们也是按照 我们这个书籍呢 这个真典随身书 也是按照先程序后实体 这个顺序来 来编撰 来编撰 来撰写 前面先讲说 好 我们程序上 就于大法官 解释的程序上呢 应该要怎么进行 有哪些基本要件 谁 就谁 可以来申请大法官解释 就谁 可以来决定这个 我们 谁可以来认定 谁可以来判断 我们这个宪法 的概念 这个宪法中 写的意思是什么 应该要怎么进行解释 谁 然后呢 他可以针对什么东西 宪法上哪些部分 哪些概念 他可以去 对他提出争议 去质疑他 或者说 希望 有 去提出说 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 应该要来 得到一个解释 一个说明 一个阐释 那甚至说 这个课题 应该要配合 现在的这个 时代的 这个社会的价值 去更新 去提出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见解 让我们这个 宪法呢 是活的 是活的 而不是死板板 就是那一些 简单的文字 然后来拘束 从 这个几十年前 从五十年前 然后拘束到 像五十年后的人民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所以 我们 这个书里面 有特别介绍到 有哪些主体 然后可以 要求 去针对哪些课题 去进行解释 那让这个 宪法呢 是活起来的 是活起来的 可以与时俱进 有一个比较新的 比较新的 这个 存在于这个 当下 当代生活的一个 方法 的一个 呈现的状态 那 同时 好 我们要进行 我们确定了 有哪些主体 有哪些课题 之后呢 要怎么进行 要怎么进行 最一般的进行方式 是怎样 申请释线 那好 如果有一个 紧急的状态 我们要怎么申请 这个大法官解释 就这个程序上 最一般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情况 我们这个书里面 有说明 然后呢 是 好 这一些 这些东西都介绍完 谁呀 然后可以针对 什么东西 透过怎样程序 来申请 之后 好 后端 后端 做出这个解释了之后 它的效果是什么 它的效力是如何 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看待 这个做出来的这个东西 做出来的这个解释 这个 后来这个宪法 呈现的状态 我们要怎么看待它 这也是我们的书中 有说明 有提到的 那这整个东西呢 刚刚提到介绍的 这整个东西 就是我们大法官的解释 在我们这个 针对我们的宪法 这两个互动 互动之下 的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内容 所以 最前面最前面 我们有说明到 这个大法官 要怎么解释这个 宪法 要怎么解释宪法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先程序 后实体 这个程序的部分 程序的部分 好 那我们介绍完 这个程序 要怎么走 谁可以走 然后针对什么可以走 该怎么走 然后最后它结果如何 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 实体的部分 实体的编章 实体的编章 我们有分 几个概念 我们也是按照 这个宪法的 这个章节来分配 好 我们知道要怎么 来解释宪法之后 那我们要解释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它本身的概念是什么 这就是实体的部分 那我们再区分成 基本权 基本权的部分呢 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 政府体制 政府体制 基本权底下 还可以再分为 好几个概念哦 基本权呢 我们一开始有一个 总论一个基本介绍 就是说 什么是基本权 一般没有读过 应该说 一般不是就读法律系的同学呢 通常是不会 没有特别 不会特别的去认识 应该说 其实也没什么必要 去特别认识宪法 对啊 如果在大学中 没有考到宪法这一科 没有中华民国宪法 这一科的话 同学应该也不会想 其实也没什么必要 因为他 如果他不是你的必要科目的话 其实也没有必要去 学这一科 那自然而然就不会知道说 我们宪法 其实还是会有分 这个基本权啊 然后还有这个政府体制 然后还有基本权 有哪些内容 政府体制有哪些内容 一般如果没有就读法律系 或者说没有 比如说政治系 必须要读这个 中华民国宪法 的话呢 不是不会特别的知道 特别认识 宪法有哪些内容 好 那所以 我在书中 就开始介绍 在后面这边 基本权这边开始 会先介绍 什么是基本权 我们还是要一个基础认识 那透过一些导观解释 来建构 在同学 在这个读者的心中 脑海中 建构一下 了解一下 什么是基本权 认识一下 基本权的这个 概念是什么 那在认识的同时 在认识的同时 也跟同学介绍说 好 你看到这个权利 你看到一个问题 你在思考 它到底是干预的 它到底是 影响你哪个权利的时候 你该怎么思考 你该怎么判断 你是什么东西 你是什么 什么样的权利 受到了影响 那我们知道 怎么思考之后 来进一步细分 好 我们真的确定了 我们什么权利 受到干预 比如说 刚刚提到 表现自由 可能是你的言论自由 这样的权利 受到干预 那我们就会 后面才能进一步 知道说 进一步知道说 我应该要用 哪一个权利的概念 来解释 来判断 来判断 我现在 这个问题 我应该要怎么解决 怎样的解决 才是符合 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 我们这个法体系 的这个标准 的标准在哪里 好 那刚刚有提到 你看我们先 先认识 什么是基本权 然后在 它下面有很多 纸概念 基本权有一些分类 比如说什么 自由权 收益权 然后还有其他的 这个各种权利 这就是刚刚 最一开始提到 我们 我们 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 都先跟 都一定会先跟大家 跟同学 这个介绍一下 一定都会先跟同学 介绍一下 这个大的概念 然后之后再分成一个 纸概念 各个的纸概念 然后再进一步的说明说 这个纸概念底下 是什么 是什么内容 所以这个 一样的 在基本权这边 我们又先介绍 什么是基本权 什么是基本权 然后基本权该怎么判断 有一个基础认识之后 然后来一一介绍 它下面有纸概念 好 那我们看到目录里面 我们基本权底下 有哪些纸概念呢 好 我们基本权呢 前面有 有介绍到 该怎么判断 那判断的同时 我们要知道 基本权是谁 是谁才可以主张 这边的谁呢 跟刚刚那个程序中的谁 不太一样 我们这边 实体权力 这个宪法 这个实体概念底下 这个谁 问的是 谁有这个权力 可以主张 谁有权来主张这个权力 是谁有权来主张这个权力 呼应到刚刚提到 刚刚提到 这程序中的那个主体 程序中的主体是说 谁 谁可以 谁来申请 谁来申请 这个大合观解释 其实 常常这两个主体 是一样的 但是要注意到的是 一个是有权申请的人 有权申请的人 还有跟 有这个权力的人 有这个权力的人 常常有这个权力的人 就是有权申请的人 但他并不是完全可以 直接花上等号的 这个同学还是要 在这边还是要分辨一下 要判断一下 所以在这边提醒同学一下 因为 有时候 虽然权力被干预了 确实 这个主体 这个人 这个谁 这个主体 他的权力受到影响 受到干预 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是有权力 可以申请大合观解释 不一定是 有权力可以开启这个程序 开启这个解释 是宪法这个程序的人 好 我们提醒到这边 那详细的内容是哪些呢 详细的内容是如何呢 还是请同学 我们回归到 这个真点 学生书里面 那同学再来分辨 再来了解 好 解释到这边 那 胡游团 我们这基本权呢 有谁可以主张 我们知道 谁可以主张之后 那我们再来 判断说 谁 另外一个方向 谁应该要受到这个拘束 谁应该要受到这个拘束 这个权力的限制 这个拘束 所以有人可以主张 然后呢 同时 当然还是有人 有一些课题 有一些对象 还是要受到限制的 所以一个积极面的话 这个比较正向的面的话 就是有人可以主张 那比较消极面 比较负面 比较反向的 这个对象呢 就是说 他会受到限制 那我们 这两个方向 我们都还是要认识一下 是哪些人 是哪些课题 是哪些对象 接下来是 我要知道 形式上这个 宪法 我们有 做哪些规定 然后还有我们 看到这规定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这规定 它的定位在哪里 它的定位在哪里 它会 为什么会受到 它的限制 它的层级在哪里 我们要怎么判断 一样遇到 这些规范的时候 同样 这些规范 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以谁为优先 我们要以谁为标准 我们要知道 我们同时遇到A法 B法 那我们究竟是要 以A法来 来作为我们最后的标准 还是以B法 那这一些 不同法律 而不同 这规范的 适用顺序上 要怎么判断 我们也会介绍 同学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都还是 在讲基本权 所以 现在基本权 刚刚说了 谁可以主张 然后谁受到限制 然后再也就是 是哪些东西来限制他们 哪些东西来限制他们 那这个 限制他们的这个规范 他们怎么排序的 他们怎么排序的 好 然后最后 最后 好 我们现在知道 谁可以主张 然后谁会受到限制 然后这些规范 应该要怎么排序 好 你真的也抓到的是 我们应该要试用 哪一个规范的时候 那最后我们当然就要来 好 来检讨一下 来思考 来讨论一下说 这样的问题 我们到底该怎么判断 到底该怎么判断 那这一整个概念呢 就是最基本 最基本的 最基础 最基础的 这个基本权 基本权 该怎么来 来主张 来试用 来利用 来讨论 来判断 这个内容 这个概念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基本权 最开始同学 有必要认识的 好 我们知道这一坨东西之后 那我们要来知道 我们基本权的根本在哪里 它的起源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可以 组装基本权 为什么可以组装基本权 那这个概念是从哪里 发源呢 从来起源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 人性尊严 最根本就是 我们身为人 这个身为人 那其实 为什么可以 有的权利 最根本就是 因为你是人 那只要是人的话 就可以组装这个权利 好 这是最根本 好 那进一步 好 你说你是人 你有权利 那你有哪些权利 你有哪些权利 这就是我们后面 延伸下来 要跟大家同学说明的 那你是延伸下来 同学有必要知道 好 你今天身为人之后 那你后面 有哪些权利可以组装 这一开始呢 我们这一开始 是先比较一下 不同人之间 不同人之间 大家都要 主张权利 大家都要 主张基本权 那这时候 要怎么来比较 要怎么来比较 或者说 要怎么知道说 我们大家 是不是权利有一样 我们的权利 是不是都是一样 那还有说 好 我们是 是不是应该 都要有一样的权利 我们是不是 应该要 有一样的权利 同学 刚听到的时候 刚听到的时候 可不可以觉得很奇怪 我们不是 人都应该有 一样的权利 但其实不一定 其实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一样 我们本来就不一样 对吧 最基本的 大家看一下 左右的亲朋好友 男生女生 最明显的嘛 男生女生 这一定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因为 有这种 有不一样的存在 所以我们这时候 还要求大家都要一样 是不是就不太公平了 对 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 我们不应该要求 每个人都一样 那所以 原则上 最直觉的就是说 大家都要一样 但是 刚刚提到嘛 那可能生理上啊 先天上 反正就一些不一样 那这时候 我们还要求大家一样的话 就会变成一种 不公平的状态 好 那这时候要怎么讨论呢 就是平等权 这个平等概念 好 延伸下来 我们不比较 应该说 我们知道怎么比较之后呢 我们来就知道 我们要拿哪些东西来比较 我们有哪些权利 可以拿来主张 然后来比较呢 或者说 我们其实有哪些权利可以主张 我们也不一定比较 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 我们有哪些权利啊 那后面有介绍到 这个自由权啊 受益权 那自由权就是 最基础 你要移动啊 你要去哪里 你要做哪些事情 或有一些 分类 我们可以分类 从比较小范围的 然后范围大一点 再更大 你这样移动 你要做哪些行动 这个自由 会进一步的介绍 这个人生的自由啊 然后居住 这个居住迁徙 这个移动的自由 基本上这都是 就是移动你这个活动的自由 然后我们可以以这个范围来区分 那每一个这个概念 那每一个这个概念底下 每一个概念底下 都还要在进一步的 还有更多的概念 比如说 在人生自由里面 还有提到 谁可以拘束 谁可以决定 谁可以判断 谁可以来说 你这个人生自由 我可以来限制你 国家可以限制你 国家可以 这个 这个 签制你的这个 一定的这个范围 一定的自由 所以这个 是在这个自由圈底下 要认识到 然后我们也这边 书里面有特别说明到的 然后还有 我们要限制你的自由的话 应该有哪些程序 有哪些程序要遵守 有哪些动作我们要做到 那我们才会说 这个我们人生自由 我们确定了 这个人有人生自由 然后我们也有 也有保养他的自由 即使我们做了一些 限制他自由的状态 很有趣 就是 人可以主张自由 但是 我们其实也是要 受到一些限制的 也是要受到一些限制 那我们要怎样限制 怎样限制才是 不超过人的这个自由 可以主张的范围底下 所以我们在 其实我们念法律这一课 其实常常就是在了解 然后在思考 在判断说 我们今天这条线 这条线 画得对不对 画得好不好 就像这位人生自由 刚刚提到 好 我们人可以主张自由 人可以主张这个人生自由 但是同时呢 其实 这个国家 这个整个权力 主张这个权力的同时 其实你有 你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你可以主张自由 但是它其实有一定的限制 那我们终于这条线在哪里 终于这条线在哪里 其实我们这个法律 常常在讨论的就是 这条线 这条线应该在哪里 这个门槛 这个标准 到底在哪里 好 回头来 回头来 我们现在在介绍的 这个人生自由部分 是说好 我们今天要画一条线 这条线 那有什么程序啊 或者说做哪些动作的时候 做哪些动作的时候 是在这条线上的 是可以的 是允许的 在人人自由的部分 有这个介绍 那后面是这个 居住前行自由 再来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这蛮有意思的 言论自由的话 有提到的是 我们说 你今天要主张 你有一些想法 从最核心 最内在 最里面的这个 我们的思想 这个扁 看不到的这个 思想的部分 我们可以 怎么思考 怎么思考 是有一定的自由 那你这个思考自由呢 可以主张到什么程度 其实大家如果不讲话 大家都呆坐在那里 在那边发呆的话 或者说就像 我们这个电视机 前面的朋友 你是不是看到 现在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你是不是已经 开始发呆 就是你 就是你 像这样 你现在坐在那边思考 你坐在那边思考 其实我是不清楚 但是你如果今天 呈现出来了 你如果说出来了 或者你开始杜估了 那我就知道 你就是想杜估 那这时候表现出来了 已经表现出来了 这是一种表现自由 表现自由 那我们有这个 你有杜估的权利 你大可以在那边杜估 那你的表现 这个动作 你这个呈现出来 你有这个一定的自由 那你有这个一定的自由 其实我们同时啊 你有一定的限制 你有收到一定的限制 比如说你可能现在是跟大家并排 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 可是你度过的话 你可能就影响到旁边的同学 那这时候呢 你不能影响旁边的同学 就是这个限制 好那这次讲的比较白话一点 那我们讲的比较学术一点 就是回过台 我们这个表意自由 这个自由 这个表现自由 它的权利可以怎么主张 那你主张的同时要怎么限制 就是我们这个言论自由里面 这个表意自由 表现自由里面要介绍的 那刚刚有提到 刚刚其实也提醒到一个概念 你这个动作 比如说你度估这个动作 你左摇右晃 或者说其实你故意 你有意的要呈现一定的动作 有意的要呈现一定的概念 一定的象征 一定的意思的话 这比如说就是什么 象征性言论 这其实也是一种言论 所以这边也提到 有时候言论不是只有说 不是只有你把它写出来 不是只有你把它打在网路上 其实有时候你一些动作 比如说这边同学看到 后面有附一些考题 考题说什么时候考过这个题目 在那个象征性言论那边 最常考到 最常提到的就是烧国旗 你烧国旗 它这个也就是一种动作 那你为什么要烧 你常常要烧这国旗的背后 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它是有代表说 比如说你就是讨厌美国 因为它们有这个可能有进出口一些 有问题的食物 那你为了表现你讨厌这个美国的话 你去烧它的国旗 那你烧它的国旗 这时候人家都知道 你很讨厌这个国家 那你进一步再说明一下 你讨厌什么东西 别人就知道你今天要呈现什么东西 别人就知道你要呈现什么问题 什么概念 你要阐述的是怎样的理想 怎样的理念 那这时候呢 其实你这个烧这个烧鬼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一种表意 好 这是刚好提到这个言论自由里面 那顺便带到这个象征性言论的这个概念 那同学要注意到 好 我们要怎么定义这个 这个叫做象征性言论 它有一定的要件 它有一定的这个标准 那我们如果符合这些标准 有符合这些要件的话 我们才会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象征性言论 好 那其实我们这边也带到说 其实每个概念底下 每个概念底下 我们除了认识以外 还要知道怎样才叫做 我们怎样才知道说 它是这个概念底下要讨论的内容 好 这个概念底下要讨论的内容 比如说 好 我们刚刚提到 你可能做一些动作 你可能做一些动作 有可能是一种言论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它算是一种言论 要怎么知道它是一种言论呢 我们就要去判断 今天要把它当作一种言论的话 它应该要哪些要件 应该要哪些要件 跟同学提醒一下 我们在学这个 这个法律的概念 这个法律的问题 这个法律的知识的同时 常常就会需要了解到 怎样才是符合这个 我们现在书本中在讨论这个概念 这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 最现实的就是考试会考 你要怎么知道 考试的时候 常常考题就会问你说 你要判断这个是什么概念 那你要说服人家说 你要说服给你分数的越卷者 说你真的知道它是这个概念 你要怎么呈现 要怎么呈现给它呢 这个时候你就要写 你要先写说 这个概念它有哪些要件 它有哪些要件 然后你再写出来说 这个考题里面 有哪些案例事实 有哪些事实 然后是符合这个要件 所以你可以大方的说 你可以勇敢的说 这个考试就来考试 这个概念 理由就是它符合了这些要件 它符合这些要件 那这时候越卷者就知道 你真的懂 你真的懂这个概念 而且你也知道它这个判断的标准在哪里 你也知道它这个判断的这个依规 这个准具在哪里 然后所以 这个越卷者就知道 你真的懂了 你真的懂 然后分数就会给你了 好 这回头来 同学就知道说 每个概念底下 它会有这个要件 还有这个判断的标准 那同学都必须要 都必须要知道 都必须要记得哦 所以那你知道 这个要件是什么之后 那你就可以 在考试的时候呈现出来 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就是 然后考试什么概念 然后就把它写出来 这才 这个时候才算是 能好好的说服别人 其实在生活中也是啊 你要怎么说服别人一件事 你要怎么说服别人 说你真的知道这件事 那你就也是要把这个标准 跟别人说明 跟现在跟你对话的人说明说 你今天在讲的是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为什么 还是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 这个东西还有哪些基础的要件 有哪些基础元素 然后你们现在讨论的 就是满足这些元素 这些要件 所以你们在说明 就是这个概念 然后对方 这个时候也 无话可说 这个时候 他必须也承认说 真的就是你讲的那样子 讲得很抽象 讲得很抽象 那其实最回归一句话 就是同学必须要知道 每个概念 它的要件是什么 每个概念 它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它的要件 它的标准在哪里 然后来确认 它这个概念是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比如说象征性言论 象征性言论 它可能主观上 客观上有一些要件 那符合着主观 客观的要件 我们就会说 这是一个象征性言论 好 言尽于此 讲得有点太抽象 那同学 如果比较 同学如果进一步 想要知道 这具体的内容的话 可以看到 这个相征性言论底下 这里面有提到一些要件 好 那 现在来讲就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就是你要表现 这个自由 有哪些 那在表现的同时呢 还有一个叫讲学 然后这个通讯 这些也都是你要表现 那另外就是你要信仰 宗教自由 还有你今天要怎么跟别人一起来 来呈现你这个言论 你要表现的这个概念 的这个内容 就是集会结设的这个自由 你要怎么跟别人 比如说你用集会 或者说结设就是 组成一个社团啊 成立一个团体的方式 来表现你的这个 来呈现你要讨论这个言论的话 这就是集会结设的自由 那所以 这是为什么 集会结设自由 是放在这个表现自由 这个言论自由底下 好 现在讲到的都是 以上讲到的都是自由权 那所以从最开始 顺便回复一下 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是在这个基本权底下 我们前面会介绍一下 什么是基本权 基本权 什么是基本权 那之后会讲 基本权的根本是什么 根是什么 那再来是讲 基本权里面有这个 要怎么比较 要怎么比较 这个平等权 那再来就是自由权 好 那自由权讲完 接下来是有提到这个 第五章的是受益权 受益权 受益权基本上 可以这样认识就是 我们有受到什么 我们可以得到 得到什么东西 我们有权 我们有权主张 我们可以受到什么保障 基本上就是 我们有权主张 可以受到什么 我们有什么权利 然后应该要受到保障 应该要受到什么保障 的这个权利 这个权利 我们就叫受益权 好 那受益权底下 有一些最基本的 比如说 你可以活着 或者说你可以工作 或者说你有这些财产 比如说我一瓶水 那我应该要有权主张 我可以有这瓶水 我这一瓶水 可以使用 可以利用 可以喝 这个权利 那接下来有 诉讼权 这种司法上的受益权 这个诉讼权 然后再就是参政权 参政权 你有怎样的权利 可以来主张说 你要参与政治 你要怎么参与这个 这个法治 这个民主 这个过程 这个参政权 那待会配合时事 配合时事 我们特别会在参政权这边琢磨 就是要提到什么 公投 公投这个部分 公投这个问题 好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刚刚介绍 平等权 自由权 收益权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这就是剩下的 我们还有什么权利 还有什么权利可以主张 这边很有意思的 这边其实是对这个百家争鸣 对各个学说 各个就是学者会特别在这边 有比较多不一样的想法的这个章节 是哪个章节呢 叫做概括基本权 概括基本权 那顺便在这边跟同学介绍一下 概括基本权 最基本就是 怎样叫做基本权 你要先知道 怎样才能算是基本权 好 那我们知道 怎样叫做基本权之后 再来讨论哪些东西 哪些东西 我们要把它当作基本权 前面都是一些很具体的权利 在那个什么 平等权 自由权 收益权那边 都一些很具体的权利 我们就写很清楚 人民有这个 诉讼 这个 救济的这个权利 这个诉讼权嘛 这些很具体 但是呢 接下来是 环境权 比如说环境权 有没有提到 环境权 环境权 怎样叫做环境权 谁可以主张环境权 其实光它是不是一个基本权 这都很值得讨论 好 那接下来 你承认它 你承认它是一个权利 之后呢 谁来主张 谁来主张 比如说 我现在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放了一个影响空气品质的这个气体 那被坐在旁边的同学 他受到我这个气体影响了 他可不可以主张这个环境权 他凭什么主张这个环境权 他凭什么主张他要有这个良好的空气品质 他凭什么 他凭什么 他哪有这个权利 他为什么有这个权利 那他有这个权利的话 他要怎么主张 这就是比如说这个环境权的概念 那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婚姻家庭权之类的 诸如此类各种这种 因为宪法没有具体的名文 那大家觉得它很重要 所以就拿来讨论的这个内容 然后他之后呢 就透过这个学说啊 还有甚至大法官 其实有直接就承认 我们俄国应该有这些权利 那同学就要在这边来认识到 我们有哪些概括基本权 那同学在这边 比较重要的是要知道说 大法官 大法官承认了哪些权利 或者说学者大量的讨论了哪些权利 那因为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东西呢 第一个 这一开始有提到大法官都已经讲了 他都已经说了 这就是一个基本权 那你还可以不知道吗 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大法官已经讲 这个环境权 或者说是什么 婚姻家庭权 它是一种可以 应该要拿出来讨论 甚至可以当作一个基本权 这个权利的时候 大法官都这样讲了 那我们当然一定也要认识一下 一定也要知道一下 那另外就是提到 有些权利就是学说啊 学者 他们有大量讨论的 大量的在思考说 大量的人在思考说 这个应该要当作一个基本权 那我们这时候 我们身为考生 我们收藏 买这本书 买这些东西 就是为了要知道 今天要考试的是哪些 要考哪些内容 那如果有很多学者 都有大量讨论这里的话 这个权利 这个概念的话 常常也就是我们的考点 常常也就是我们的考点 就是我们会考出来的内容 因为我们的初题者 不只是我们这个食物 食物界的人 那有时候 应该说常常啦 常常也就是我们的 这个专家学者 我们这些学者们 那学者有大量讨论的话 那常常 如果不然这刚好 他想到 他想要考这个 他讨论很久的这个基本权 然后他是一个概括基本权的话 那同学要知道 这个很多人讨论 所以他被想到 要拿来出题的几率很高 那我们必须要来认识到 我们必须要把它记起来 记起来这边 有哪些重要的内容 需要知道 这就是概括基本权的部分 那最后 好我们知道有哪些权利 还有前提之后 那相对应的权利 相对应的什么 义务 权利 有权利 有义务 你今天要主张这些权利的同时 国家保障你这些权利的同时 那其实你有一些 义务必须要进 你要进到一些义务 然后来维持这个国家的运作 维持这个秩序 维持这个权利 这个法律 这个规范的秩序 你要先让这个 这种国家可以 经营的下去 维持下去 那这国家才能来保障 前面提到的这些权利 所以 再从头 从头说明一下 我们前面会有讲个权利 然后后面呢 后面 后面就是义务的部分 那义务的 义务的部分比较简单 因为 如果 如果这个宪法多做哪些要求 或者说 这个法律的执行者 有多做哪些要求的话 人民就会哀哀叫 干干一叫 人民就会干干一叫 所以 我们的义务有哪些 其实就最基本 那几个而已 多的话 多的话 人民一定不会允许它的存在 那也因此 也因此 义务这部分 这个宪法上的义务 这个概念 这个问题 就变得特别简单了 反正就那几个 因为多的话 人民一定不允许它的存在 所以我们义务就 我们同学只要知道 我们这个宪法中有规定到的 宪法上的这几个义务 就可以了 好 说明到这边就是 前面这个权力的部分 基本权的部分 然后也顺便带来一点 权力有相对应就是义务 义务的概念 好 前面都是讲个人 个人可能权力义务 那后面呢 就是一整个要维持住一个国家 要维持住一个国家 应该要以什么方式 以这样的体制 以这样的这个架构 来控制住个国家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是相对应的存在 是因为后面 我们就先要有后面这一部分 这样政府要存在 你要有一个国家 国家存在了之后 你才能主张 你才有机会去主张 你前面那么多的权力 那些应该要收到保证 毕竟覆巢之下无完软 覆巢之下无完软 这个这句话 我在视频里面有写到 那这个概念就是 好你要先维持住这个国家 然后你才有前面 刚刚说的一坨的 那么多权力可以主张 好你今天这个政府 应该要怎么维持住 应该要怎样的 要这个政府应该要怎样存在 就是后面这个权力分立 权力分立这一边 要跟同学介绍 或者说同学应该要知道的 概念内容 就是权力分立的部分 好呢 第一章 第一章的部分 是我们这个权力分立 权力分立的话是 一开始我也跟同学讲 为什么 为什么要知道 这个权力分立这个概念 那看到权力分立这个 前面总论 就是最基础 我们有哪些权力分立的方式 有哪些权力分立的方式 同学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政府不就一个 台湾不就长这样 台湾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 不就这样吗 有什么 有什么要讨论的 不要忘记哦 不要忘记 出了这个台湾这个寒极以外 出了这个台湾寒极以外 过了台湾海峡 过了太平洋 或者说 往下 还有其他国家的存在 还有其他国家的存在 那还有其他国家的存在 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呢 就是会有不同的政府体制 大家想要的政府 不一定跟我们台湾人民 想要的政府 不一定跟我们中华民国 人民想要的政府一样嘛 那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也会有 自己的一个体系 一个体制的存在 那我们要同时知道说 我们要比较一下 是别人是怎样的 来维持住他们的政府 他们的政府体制 是怎样的架构的 那我们才能来知道说 我们这样的运作模式 好不好嘛 我们这样的运作模式好不好 不过 话说在前头 当然都是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所以我们很多的 这里面的概念 这里面的学说 都是在说 别人怎么做很美好 那台湾应该要修正 所以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讨论 那我们要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 外国的月亮比较好 这样的想法存在 所以我们要知道 外国的月亮怎样好 外国月亮怎么圆 外国月亮为什么会比较远 学者为什么比较喜欢它 要知道之后 那一样也是很现实的 就是这样才知道 我们考题上要怎么回答 要怎么回答 所以也因此呢 我们要知道 国外有哪些政府体制 那最常 那还比较 比如说美国 美国这个政府体制 美国他们的国家 是怎么运作的 他们政府体制怎么运作 然后还有在法国 法国他们什么 双手掌制啊 他们那些制度 那再来就是什么 君主立宪 比如说日本英国 什么君主立宪国 他们的政府体制呢 是什么架构的 那你知道他们的 政府体制 他们的权力 是什么架构的同时 其实你就是在认识说 他们权力是什么互动的 他们是什么互动 所以我们在认识 权力分立的 这章节的时候 其实就在知道 我们每个政府体制下 应该有哪样的权力 哪样的权力概念 而这个权力呢 跟前面那个 我们前面介绍 什么自由权 受益权 那个权力 那个例子是不同的 这个学过法律的 或者说有上过一点 法律课程的 很常会被问到 你知道这边是 哪一个权力 是权力 还是权力 是权力 还是权力呢 我们用讲的一定 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那个荧幕画面前面的朋友 一定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那个权力 就是一个是力量的力 然后一个是利益的力 常常会被问到的是 你今天是有这个权力呢 有这个权力 有这个力量 来执行这件事 还是说 你有这个权力 可以主张 来保障自己 有这个权力 这个利益的力 来保障自己 那我们这边 权力分离底下 再讲的是力量的力 力量的力 就是说 比如说行政权 行政权力 行政权这个力量 然后还有的立法权力 立法权的这个力量 然后再司法权 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三权分离 刚刚说这个权力 现在要讲的就是 有这些权力 认识了之后 行政立法 司法 这些权力 认识之后呢 他们是怎么互动的 他们是怎么 在运作的 如果一个国家 需要 要运行 要运作的话 他们在这个规范上 他们应该要怎么互动 应该要怎么互动 那最常最常有问题 有比较多人讨论的是 行政跟立法 行政跟立法 这两个部分 这两个权力 他们是怎么互动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司法 司法权还有一个特色 叫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 那就基于这个概念底下 所以 我们要多讨论 就是行政跟立法 那其实光这两个权力的 互动方式就已经 已经搞得 已经可以吧 同学搞得很头大 这个行政跟立法 在不同的政府体制底下 他们有不同的运作方式 不同的运作方式 会导致说 他们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很多问题出现 就光 就光我国 就光我国 因为这个 时代在变化 这个 时代的推进 然后再加上修宪 修改我们宪法 改变了这个权力分立的方式的结构 那也就产生了很多权力分立的问题 那我们考试呢 常常也就是在问说 这个权力分立底下 这不同权力之间他们互动上 有哪些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那还有他实际上 确实就遇到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判断 应该要怎么判断说 怎么做才是对的 那有时候 很无聊是要 我觉得考古 是要同学考古说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互动 那以前用什么互动方式 看你知不知道 看你知不知道 那其实在看你知不知道的同时 他也是在问说 我们以前是什么政务体制 然后现在是什么政务体制 以前是怎样的权力分立状态 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权力分立状态 然后同学去做比较 比较一下是哪里不一样 那更多 现在比较多考试方案是说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权力分立的状态 那我们遇到这样的宪政上的问题 这个政府有遇到权力互动上的问题 我们应该要怎么判断 应该要怎么解决 这比较是现在比较会 比较常考出来的 那进一步我们要知道 在这些提示底下 每一个权力 每一个权力它的权力内容哪些 那一开始呢 我们会介绍的就是这个行政权 行政权 那我们尤其是我国 我国它这个行政权的行政首长 原则上就是我们这个总统 那我们就会讲说 总统有哪些权力 哪些权力 那然后在过去这个宪政上 有总统还有在执行他这个权力的时候 在实施他的权力的时候 有遇到哪些问题 有呈现出哪些问题 然后知道总统之后呢 行政权底下知道总统之后 再来是行政院 行政权 行政院 执行这个行政权 有哪些问题 比较多比较多会有问题的就是那个首长 那个首长是指谁呢 就是行政院院长 行政院院长 像我们现在的院长是某神嘛 某神刚经过大学 他要已经口头做了一些动作 就像这个院长 为什么还要口头要做这些动作 为什么 其实这个在宪法上也是很值得讨论 他为什么必须要为现状负责 为什么 还有为什么是他来负责 然后为什么他要负责 这个都是 其实同学在读到这边的时候都可以思考的 好 回过头来 我们看到书上的就是 行政院院长 他可能会有一些去留的问题 那其实他去留 他有一些意义存在 他要为他的这个 他执行这权利的时候的一些 行为要负责任 然后因此他有一些去留动作 那其实去留常常就是负责 就是说 他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也代表他有这个权利 那我们也因此知道说 他对哪些东西 他有这个权利可以实践 也可以执行 那因此我们知道 比如说刚刚提到行政权 行政权底下应该有哪些权利 好 知道这个行政权底下之后呢 我们会介绍的是立法权 第二个就会提到的是立法 立法权的话就是在讲 其实这些立法助攻 他们可以做哪些事情 然后他做这些事情呢 是哪些意义 是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立法权 这个立法 那后面就是这个司法 司法权的话 刚刚有提到 这个最基本的同学应该要知道 这个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这个概念 这个司法独立 他会进一步衍生出 在这个司法权底下 司法权底下是谁 可能比较上面的是这个大法官 那再接下来就大量大量的法官 大量大量的法官也会因为 这个司法独立的概念底下 有这个法官独立 法官他们有独立审判的这个概念 进而法官在执行这个司法权的时候 他们有这个权力 还有这个力量 来执行 来主张说 他应该可以独立审判 他不应该要受到别人的拘束 好那进一步细部内容呢 还是请同学回归我们的书本 还是请同学回归我们书本来认识 那后面 除了这个司法权以外 我国 我国比较特别 我国算是蛮特别 我们还有这个 另外的两个权力 第四第五个权力叫做 监察 监察的这个权力 还有这个考试这个权力 其实就是我们监察院跟考试院 那监察院跟考试院呢 我们也依序 其实还有一些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就这两个权力呢 也是有做出一些说明 那因为我们确实还是有这两院的存在 那个比如说考试院还是在文山区那边 监察院 就是我们旁 这个补习班附近 这个在火车站附近 我们还是有这两个权力 这两个机构存在 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认识 因为他们确实还在运作 所以他们实际上呢 还是对于我们这个宪政体制 对于我们这个政府这个体制结构 还是有影响存在 那进而也是有一些问题 也是有一些问题可能会出现 然后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知道 这两个权力有哪些 有哪些权力 有哪些 在执行 他们在做什么 要认识一下 那这个监察权 这个监察院 监察院 提醒同学 他最近 他近期 近期有比较 积极有比较主动的这个现象 那这个积极主动的现象 它代表了什么 代表同学就要 要特别注意说 他动作很多 动作很多的结果是什么 有一句话叫做 多做 多错 多做 多错 他今天动作很多的话 其实 别人就会批评了 你这个动作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你这个做有问题 那有这样的讨论出现的话 常常就是 常常就有机会 就是我们考试的一部分了 我们考试就会考出来 今天监察院做这些动作 可不可以 为什么他可以 为什么他不可以 考试的时候 可能就会考出来 希望同学写出来 那同学要怎么回答的话 同学要知道怎么回答的话 最基本还是要知道 我们的监察权 这监察院到底在做什么 他原本应该 在宪法上 是规定他可以做什么 这同学要先知道 好了 所以这提醒到这边 就是监察院的部分 同学要特别注意 那考试院呢 原则上考的就是 考试权 这个 还有考试院平常在做什么 其实 在考的升论题比较少出现 那是在选择题 选择题上就会比较 多的考试院 这个考试权 这个底下 有哪些权力 会做哪些事情 在选择题上会比较 比较常考出来 要同学辨认 辨认一下 哪些是考试院负责的 好 那刚提到的都是 中央政府的这个权力 有吗 刚同学回想一下 我们刚提到的都是院 就是院 那院的话就是中央 中央的这个政府机构 中央政府机构 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监察 考试院 这五个权力 五个院 刚刚都在讲的是中央 那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不只中央政府而已 我们不只中央政府而已 我们还是有地方政府 我们同时有地方政府 在维持 这个地方人民的 这个 政府的 在维持这个地方的机构 来维持 地方这个机关的存在 那这个地方政府呢 这个地方政府的存在 为什么要存在 其实它也呈现的是一个 一个状态 一个概念是说 我们地方 它应该要有自己的政府 我们不只要有中央政府 我们地方应该也要有自己的政府 地方的人 来管自己地方的事情 让自己地方的人来管 自己地方的事情 就像刚刚经过的这个 地方选举 应该要有地方的里长 地方的这个议员 地方的市长 来管我们自己地方的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的就是 因地制宜 这个地方自治 最重要概念就是 因地制宜 每个地方 它有自己的特色 它有自己 地方人民 这个生活的方式 那这个并不是全国 这个举国都应该要遵守 或者说 这不应该是举国 都要有一致的生活方式 那就是因为每个地方 它有自己生活的特色 还有自己生活的形态 那也因此我们需要 不同的这个 或者应该说 比较地方的 比较基层的这个 政府机关存在 这个政府机构存在 那这就是地方政府 那这同时也呈现了一个问题 好 今天地方政府 这个地方 要怎么管理自己的人民 地方的政府 地方的机关 它有权做哪些事情 它针对自己地方的问题呢 它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它可以做到哪些 它可以做到哪些 哪个程度 好 那地方可以做到哪些程度 它其实同时也在讲的就是 中央管不到哪个程度 中央到哪个程度之后 就不能管了 就应该要放给地方来处理 有哪些问题呢 是中央到这里 到这个一定的程度之后 就要让地方来自己决定 那这个问题 这个概念我们在讨论 就是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 那地方自治呢 最一开始同学要知道的是 有哪些判断的理论 有哪些判断的理论 这边大部分其实也都是学者提出来 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自治的理论 那同时服役 其实大法官也是有做出解释的 所以同学要先知道 司法人大法官就这个地方自治的概念 有做出哪些的说明 那知道之后 有必要还是要来认识一下 学者有对于这边有提出哪些理论 然后来判断 进入判断说 地方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然后呢 中央 中央在管理的话 有哪些 手可以伸到哪样的 怎样的深度 那之后呢 中央就不能再管了 就 他的阶级在哪里 然后下 中央政府的这个界限 实行 執行他权力的这个阶级在哪里 然后哪些事情要交给地方 那当然有时候 是需要由中央跟这个地方 一起一起合作 需要由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 那是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有必要 由中央一路到地方 一起来合作 来完成的这个政府的一些行为 有哪些 这个也是我们有同学需要认识的 好 那 这个是地方自治的部分 最后最后最后就是 一整个国家 一整个国家 举国 举国应该有哪些基本方向 有哪些基本方向 这就是所谓的 基本国策 这就是所谓的基本国策 好 那后面 其实从这个第三边开始 就都在讲 比较 组织这个机构 这个政府是在做什么 再复习一下 我们刚刚权力分立 权力分立 权力分立 现在认识是什么权力分立 然后再来就是行政 立法 司法 考试 监察 那之后呢 我们再讲完中央的部分 中央的这个政府机构 政府体制之后 再就是地方 地方跟中央 他们应该要怎么区分 他们分别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知道这些 他们可以做哪些事情之后呢 就是 好 这一整个 这一整个国家 这一整个政府体制 他在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 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 他有哪些方向 哪些方向 这就是所谓的基本国策 这就是所谓的基本国策 好 那 整个 整个全部的 全部的 我们跟同学复习一下 就是我们最开始 讲宪法 宪法 他这个制度 然后我们 他这个 谁可以来讲 讨论这个宪法 那谁收到这个宪法保障 这最一开始 这个宪法制度 然后视线的制度 谁可以来说明 这个宪法 这个程序上 我们程序上要先认识 我们要知道 要怎么开取这个程序 就是我们要知道 怎么开启 要怎么开始讨论这个宪法 那之后呢 我们知道怎么开启之后 再来就是它实际上 好 我们有哪些东西可以来主张 我们有哪些东西可以主张 有哪些权力可以主张 就是个人基本权的部分 好 那我们也知道 我们有哪些权力可以主张 知道怎么开启 然后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主张之后 我们要知道说 是谁来维持这个东西的存在 维持这个视线 维持这个权力的 这个 这些东西的存在 就是什么政府 那我们今天政府可以做哪些事情 然后还有说 它是怎么分工合作的 它可能 值得它怎么分工 行政立法司法 它怎么分工 然后再来呢 上下它怎么分工 中央跟地方是怎么分工 然后还有 好 它今天在分工的时候 它是在 为什么要分工 它是在执行哪些 我们基本的要求 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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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一整个 一整个宪法 一整个宪法 我们有必要认识的 这个概念 好 说明到这边 其实基本上就是 按着我们目录 把我们的宪法 很快速很快速 很简略的 跑过一遍 那后面呢 后面我们简单的 说明一下 几个 几个 算是比较新的 比较新的会 同学需要注意到的 这个考试内容 三个 我们就点三个 那第一个呢 第一个想要跟同学 说明的 想要特别提出来 请同学注意的 就是我们的 公投 公投这个概念 公投这个概念呢 我主要是放在 我们的参政权 放在这个参政权底下 复习一下 我们的参政权 是在哪个 概念底下讨论的 参政权是在 我们的收益权 是在这个第五章 第五章 这个收益权底下 来讨论 那参政权 它又是 最基本的内涵是什么 同学可以看到 关于参政权 一开始的解释 所以最基本 最基本 我就要知道 这规范在哪里 为什么可以主张 参政权 所以同学要先看到 是我们这个宪法 宪法第十七条 宪法第十七条 里面有写到 我们参政权 有哪些 人民有创制 复决 这些权利 所以我们先知道 宪法有规定 我们这些权利之后 那进一步认识说 怎样 怎样才是我们这个 参政权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大法官解释 六百四十五号 六四五号解释 六四五号解释呢 它里面就有特别提到 这个公投 公投的部分 好 关于参政权 然后关于这个 人民有这个 选举罢免 创制复决 由于这个创制复决 这个权利 该怎么实行 该怎么实践 然后还有哪些限制 同学可以在参政权里面 然后关于这个 六百四十五号解释 六百四十五号解释 的这个内容 可以注意到 可以看得到 那看到这个 六百四十五号解释 的时候 同学要特别看到的是 这个六四五号解释 他有说到 他有一定的 参政权这个 应该说公投 公投有一定的 限制有一定的要件 有一定的要件 可以看到的是 六四五号解释 还有说 创制复决 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创制复决 这个人民的参政权 是让这个人民 可以有公民投票 来进行公民投票 然后来 来创制复决 来实践这个参政权 那只是呢 只是他这边有特别说到 是立法院 立法院 还有这个 代表人民行使 立法权 代表人民行使 代替人民 其实代表人民的同学 就是代替人民 来行使这个 立法权的这个权利 那这边在说的是什么 他就说的是 六四号解释 一开始 他就讲到 我国是代义民主 代义民主 好同学可以 如果手边有书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这边就特别框起来 这个六四号解释 要提到一个很重要概念 我国的这个 是代义民主 所以我们在认识 这个参政权的同时 也认识到后面 我们政府体制 他为什么要这个 立法权啊 或者行政权 要怎么互动 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概念 是代义民主 什么叫代义民主 就是我们在 执行这些权利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这些 议案的时候 在讨论这些法律的时候 都是要有一个代表 都有一个代表 来帮我们讨论 来帮我们 来建立 来创立这个 法律 来创立这个规范 那这个人是谁呢 其实常常就是 立法院底下的 各个立法委员 那有这些立法委员 他们就是 来实现我们的代义民主 来代替人民 来议决这个法案 好回头来 我们这边要讲的就是 参政权底下 参政权底下 人民有这个创制复权的权利 那人民一般 创制复权的权利是交给 这个立法委员来执行 那其实呢 其实回头来 人民他本身 本身也有这个创制复权 应该说 不叫也有 是人民本身就有 本身就有 既有的 既有的这个创制复权权利 他要怎么这个创制复权呢 我们的规范就在于 公民投票法 公投法 公投法 那其实这个公投法呢 这个公投法就是我们最新的 这个最近刚进行结束的 这个公投法案 这个公投榜大选的 这个公投法案 这个公投案 这个就是按照我们公投 公民投票法底下 然后所提出来的这个公投案 然后让人民来创制复权 这个动作在做的就是 来确定我们有哪些法案 应该要讨论 应该人民认为这些法案的 应该要怎么判断 人民直接的决定 这些问题 这些规范应该要怎么做 应该要怎么做 直接的决定 直接的决定 那这边直接 为什么特别想要直接 那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 我们原则上是以代议民主 就是间接的方式 就是透过人民要透过立法委员 人民透过立法委员 来讨论这些事情 这是我们原则上的 这个遵守 这个原则就是代议民主 但这边公投法要讲的就是 人民他本身 他其实回头来 人民本身就有这个创制复权的权利 那这时候他如果要直接的 直接的行使他的权利的话 就是按照我们公投法 来提出这公投案 然后再执行 好 那645号解释 他里面有说到这公投法案 公投法案 他这个有一个限制 不过同样要知道的是 这边还是要先提醒同学一下 645号解释 他在讲的是旧的公投法案 旧的公投法案 那我们待会会说 新的公投法案有怎样的流变 那好 我们先说回过头来 我们先回过头来先说 这个645号解释 他怎么说呢 他说公投法案 你讲好这个公投案 或者说这个公投法 公投法案 主要是在让这个立法院 立法院在代表人民行使 这个前面一堆 这个权力的范围内 然后在人民不会违反 权力分裂的这个基本原则底下 然后就有这个重大政策争议 有这个人民直接 直接决定的必要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让人民 让这个公民可以投票 让人民来直接决定 在职业决定 然后呢 他也 这边就有提到这个重点 让人民直接决定 并没有违反 我们这个代义民主 这个原则 也就是说 我们在一定的规范底下 在一定的这个要求底下 我们进行的这个直接民主 他并没有就因此推翻 我们的代义民主的存在 那也就是说 这个直接民主跟代义民主 是可以并存的 是可以并存的 而且还是承认 我们有并存的 那呈现在我们现实状态 就是我们确实 真的有在进行公民投票 也就是刚刚才结束 这个公民投票 好 这个公民投票 那他前面有一些要件 刚刚特别念 特别把它念出来 用按着这个 四字内容念出来 这个就是他的要件 这个就是他的要件 立法院 立法院在代表人民 欣赏这个权利的时候 他要在不违反权力分立的这个基本原则 他要代表人民 新的权利 然后呢 不能违反这个权力分立的基本原则 而且他必须要是 就重大政策 要政策 这个政策呢 是重大的 这政策是重大的 这个重大政策 还要讨论 我们公民投票 必须要讨论是重大的政策 然后呢 还有另外 最后一个要件就是 有交给人民 直接决定的必要 要先判断 真的是有必要 交给人民直接决定 那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发起 才能提起这个公民投票 这时候我们才要交给大家来 领一张一张的 那个投票单 然后来投票 来决定 来实践 这个人民的 这个创制复决权 好 这边讲那么久 就是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公投 公投这个方式 在645号解释 还有提出一些基本要件 同学必须要注意到 好 那我们知道 还有一些宪法上的 这个大法官 有做出一些说明 那此外呢 我们来知道 我们现实状态 这个最新的公投法 最新的公投法 在知道公投法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 才能提出公投法 刚刚在试制里面 有提到几个要件嘛 那曾经在法律上呢 它就有一些限制 有一些限制 那我们也先认识一下 它以前有哪些问题 它以前有这个所谓的 鸟笼公投 鸟笼公投 这个状态 什么鸟笼公投呢 它有这个必须要达到 这个提案门槛 提案门槛的这个限制 然后呢 你要必须达到这个提案门槛 的限制以外 你还必须要 同意 同意的人比不同意的多 那这个时候 你这个议案 你提出来这个 你这个提案呢 才算通过 才算通过 它的概念就是 以前原本有这个鸟笼公投 这个诟病就是 你这个提案门槛 还有这个 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的限制 那你要 大于二分之一 大于二分之一 你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拿出来讨论 如果你 小于二分之一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讨论了 你根本就不用讨论了 好那除了二分之一 这个限制以外呢 你还必须要 支持的 支持的人过半 所以如果 支持的人过半 这个是人 这个是同意 这个是人 这是同意 人数过半 然后跟同意的过半 你必须要同意的过半 不然你如果不同 你如果同意的没有过半 你如果不同意的没有过半 你也是不会过的 你这个议案也是不会过的 这边要呈现的是什么 你必须要 人数门槛过半 再加上同意的人 同意的票数过半 你这个议案 你这个公投案 才算通过 才算通过 那这边呈现的是什么 其实你要通过的机会很小 你要通过的机会很小 那这个就被有心人士 拿来操弄 他今天不要让 一定的事情通过 然后要当做人民的决定的话 他就故意提一个公投案 故意提一个公投案 让这一个公投案不过 让这个公投案不过 我们要不过的话很容易 第一个门槛不到 还有第二个官司 同意的人不过 同意的人数 同意的票数不过 那他很容易就会呈现一个 人民不要这样的决定 的这个结果 那这个时候 政府机关或者说执政者 他就会借此来 借此来判断 来认定说 借此来跟全国人民说 你看你们今天就是不要 你们今天不要 跟我想的一样 我觉得我一开始就说 你们不要嘛 那你们真的公投 结果也是呈现 就是你们不要 所以我们这件事情不该做 这件事情不该做 但实际上真的是人民不要吗 不一定哦 不一定 常常只是因为门槛不到 门槛不到 所以才没有过 但并不一定 并不一定说人民真的不要 他可能只是搞其中一个没有符合而已 但是他就呈现一个人民不要这个结果 这就是所谓的鸟龙公投 鸟龙公投反正 如果听不懂就只要知道 反正以前公投是很难过的 很难通过的 那也因此有那种绑架民意 就把 故意让民意 呈现一个不同意 不通过的这个结果的这个情形 只要鸟龙公投 好 如果不清楚的话 只要知道过去有这样的概念存在 那后来呢 为什么要特别说明就是 我们后来修法了 我们有把这个门槛降低 门槛降低 他把这个选举人数 选举人的门槛降为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只要降为四分之一 而且啊 这个投票的资格啊 有在下降 比如说 年龄降到18岁 降到18岁就可以投票了 这个如果有参与 最近也是这个公投的 这个同学的这个考生 或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应该会注意到 你在投票的时候 好 先假设大家都有去参加投票 你在投票的时候 会拿两个单子 会带来两个单子 但有的人手上只有一张单子 那一般 一般像我是拿两张 那我拿两张后 一进去的时候 我就是按照大家的 比较大部分的人的动向 但有些人 他一进去 他是被带到另一个动向 他就直接去公投了 他就直接去公投那一区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则上他们就是 刚满18岁 他们就是18岁到20岁之间的 这些族群 那我要特别讲的就是 公投让这个18岁到20岁的人 他们就可以参加公投了 他们就可以去投票 那也因此产生说 有过20岁的人 他会拿两张单子 那还没有过20岁 但是他已经满18岁 18到20岁之间的族群 他们这一次的投票 他有参与到 那他是直接来参与公投的部分 那为什么他们会参与呢 就是我们最近也是 这个公投法的修正 让更多人 更多人可以来参与公民投票 那其实更多人来参与公民投票的话 也会让这个门槛 这个通过人数的这个门槛 的人呢 或者说通过这个机会比较高 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我们这个创制复决 这个参政权是 国家要尽力尽力保障 力推让人民 让人民有机会表达意见 那进一步他是认为说 依照我们这个新修法的 这个意志 就是说让更多人民 甚至年龄低一点点 20岁到18岁的人 也都让他们出来表现 他们的意见 让更多更多的人 来表达他们心里所想 他们认为这个国家 应该要以怎样的这个规范体制存在 应该要有怎样的规范 这就是我们修法的目的 让更多人可以来公民投票 让更多人可以来参政 好 这边介绍的是 这个公民投票的 前面有这个鸟龙公投 然后还有这个修法 那另外同学要知道的是这个 好 今天你公投的效力 公投的效力 公投案这个提案过了 它的效果是什么 主要规范在这个公投法第30条 第30条 真正最有直接的这个效果 是在这个前面这边 如果是有关法律的这个 有关法律或者自治条例的这个 这个复决案 它会在公告自治起算 第三天失其效力 失其效力 这是最最最最直接的这个 公投的投票这个结果 这个最直接有效力的这个 的状态的情况 那其他的话 如果大家手边有这个30条 第一项的规定 可以看到 其他款这个都 其实都还有变化的可能 就比如说第二款 这个相关单位 必须要在三个月内 相关的这个机关 必须要在三个月内 严理相关的这个法律或自治条例的提案 然后还要送到这个民意机关 来审议 然后呢 没有然后 所以他们还有可能会做出一个 不一样的决定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变化就 比较不一定了 这边要跟同学说明的是 好我们前面 前面啊 我们已经把门槛降低了 那接下来就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接下来技术性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公投的话 你在提案的时候必须要提一个 比较具体明确 甚至就直接把一个规范提出来 应该就要直接把 针对某一个规范来提出来讨论 这样才能最直接的影响到 我们现在的规范体制 那如果你写的比较抽象一点 它其实 它其实最后的结果 并不一定是如你所想 并不一定是会按照这个 提案人的所提的内容 所来呈现 有时候它只是相关的这个机关 它做出一定的动作 然后就算交代过了 其实它这样子做 也就符合我们公投法要求了 那这就是为什么 要特别跟同学说明到 就像我们最近的这个公投案 真正真正有效力的 大概就是 以和养律这个案子 因为它是最直接提出 哪个议案 哪个法律案 然后它应该要废除 所以这是最直接有效力 那其他的 其他的都只是一个 形成一个法律原则而已 只是一个原则而已 那其实同学念到 念法律念那么久 就读法律 其实一般 一般为人处置也都这样 有原则必有例外 有原则必有例外 所以我们公投 通过那些重要立法原则之后呢 不一定有 然后 它有时候 它只是提出一个原则 然后 可能相关机关就找了 别的方式把它解套了 所以他们是做自己想做的 那就让这个公投努力 就付诸流水 那这边要让同学 特别知道是 我们公投法 修正后的公投法 有这样的情况 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好那 接下来是 同学知道公投法 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之后 后来要知道的是 我们今天 人民 人民这个 他这个 是不是有直接投票 直接 直接可以进行公投的权利 我这边在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 你今天这个公投案 你在写的时候 你在写的时候 会影响到 你是不是 真的有权利 直接影响到 现在的这个政府 直接影响到 现在的这个规范 那这个就会 直接影响到 你今天 你人民什么时候 是有权利 来创制覆诀的 你如果只写了 你抽象 那你可能执行了一个原则 那就你 就实际上呢 你是 没有办法影响 这个规范的 那只有 唯有当你 真的 针对某一些 法律规范 某一些规范 来进行 来提出公投 来付出公投的话 那你才能真正的 真正的影响到 这个政府 那这个时候 你才真正 最直接的 最直接的 在进行创制覆诀 来实践这个 宪法上的保障的权利 好 这同学要注意到 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好 那最后时间是 要 还要提前有两个点 一个是我们这个 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 这个第二个争点 这也是延伸 从那公投那边延伸管 那也因为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公投案 一半就都是在讨论 这个同性婚姻 那你就知道 这个是个大问题 这个是个大考点 这很多人在关注 很多人在关注 无论结果是 这个 这个 不同意同性婚姻的人 还是大于 同意同性婚姻的人 无论这个结果如何 但是 这边要呈现的就是 这个是个大问题 很多人都要提出来讨论 很多人要争议 这一个问题点 那同时呢 一样在考试上 学者中 学者之间 也就很多人会讨论 这个 这个权力该这么主张 那也要知道 就是 很多人讨论 那就是很有可能会考出来的地方 那同学务必要知道 这个我们有写在 盖瓜基本权那边 有关于同性婚姻的 这个议题 那我们是以这个大法官解释 748号 748解释里面 这个内容 来让同学认识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行有余力的话 748解释的那个 各个专家的这个 鉴定的报告 这个专家学者提出来的这个意见 这个理论 同学都可以把它认识一下 那如果 时间不多 那我们就至少 至少748号解释的内容要知道 748号解释的内容要知道 那里面就在这个课本里面 有提到其中一个理论 同学可以 反正我现在讲出来 也顺便记一下 叫盘石理论 盘石理论 教授有提到这个理论 那也写到这里面 想到这个大法官解释的内容 那同学在答题的时候 关于这个议题 关于这个同性婚姻的议题的时候 同学可以提出来 来写出来 来当做自己同意 或者不同意的这个立场 然后也可以 至少你在 无论你是同意或不同意 那你至少都可以把两边 不同的见解都写出来了 都可以拿出来讨论 然后让你的答题上 更有深度 让你的分数 就因此可以得到 更多更符合 老师要求的这个 标准 然后分数相对 会比较多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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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要提醒的是我们这个 政府体制 政府体制在 最近的考试 最近的考试是 比较少出现 但是 但是 会特别提到 这个政府体制 也是因为最近的投票 最近的投票 让这个 首长 这个中央的 这个权力的首长 他们有一些变动 其实在投票之前 就有一波 一波很大的这个变革了 在半年内就已经 有进行过 一波很大的变革 那为什么要变革 这其实都可以拿来考 那接下来是 好我们今天选举 选举过为什么要变动 为什么要变动 这个立法权 为什么要影响到 这个行政权 行政权为什么要因此 回应这个立法权 这个在讨论就是 我们这个政府体制 这个权力分立 到底怎么互动的 那 有着实际上 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的话 有这样的议题产生 那进而考试上 就有可能会出现 这是为什么 特别提到 这个政府体制 同学也应该要来注意 也特别要注意到 会有这样的 这个情形方案 那 最基础的知识 最基础 同学要有一定的认识 而我们 一般政府体制 是怎样的状态 有一定的基础认识 还是怎样的概念 然后呢 有什么要件 要知道 最后 针对这个实力题 同学才能提合出 自己的见解 来判断说 我们现在的政府体制 应该怎么运作的 那 针对这个实际的状况 实际的问题 我们应该要怎么解决 我们应该要怎么解决 这时候我们才答得出来 好 这个以上 以上这个 后面提到 这个三个争议 三个真点 公投 同性婚姻 跟政府体制 这是 针对这个影片 特别跟同学说明 特别跟同学介绍 提醒说 应该要注意这几个考点 那 这几个点呢 我们在书中都有写到 都有提到 那个 公投 主要是在参政权 在收益权那边提到 那接下来 这同性婚姻 是在概括基本权那边提到 最为一个政府体制 就是在权力分立 权力分立量大概底下 同学会知道 同学可以看到这一定的内容 好 那 再回归到更前面就是 同学先按照 最一开始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那边说明 按照这个顺序 按照这个架构 来认识 我们这个线法 那我们这个 其实顺序呢 就是刚刚我们的书 所编辑的方式 这样来看 来阅读 然后呢 最后最后就是按照 书里面的架构 去找出 我们最后这几分钟 提醒同学的 那三个真点 三个真点 我们看 这几个内容是 怎么写的 这三个真点是 写在书的哪里 然后去认识一下 去了解 然后进了 在考试上如果遇到的话 就才比较写得出来 才写得出来 那这几个刚好就是 我认为 比较 比较同学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同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